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卢伟聪知道包围警种事件对士气的影响 也加深了解同事的诉求和担忧 承诺会严肃跟进示威者的违法行为 也会加强公关工作 已经扎成一名助理处长级的人员 利用警队的社交媒体迅速回应 和澄清坊间恶意众伤警察的留言和失实报道 警方下午在社交网站上载一段声称由网民提供的片段 显示示威者在围堵警种当日拒绝民职人员离开 警务督察协会也向会员发信 批评围堵行为卑劣 罔顾他人 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虽然没有任何人的身体受到伤害 但一把极进屈辱的利剑 已经狠狠感辞进每位同事的心坎 协会认为应该主动公开612行动中 暴乱始末的片段 帮助市民更了解警方使用武力的法理依据 而正视听 也都必须尽力阻止针对警察的起底和恐吓 依法追究示威者的一切违法行为并公办理 警察员座级协会就指 又向盧维冲反映会员的意见 承认示威对警队士气有影响 一些侮辱性的指码 刺意的用粗口来骂我们的同事 虽然我们的同事当日没有做过特别的事 就这样站在那里 也会看到一些人刻意地用鸡蛋 扔我们的同事 这件事件我告诉你 对同事的情绪或者一些汗法 或者一些士气 又没有影响的 我说你都不会相信 肯定是有 肯定是很有 但他相信不会影响到同事的工作 NOW TV记者黄远青报道 继综大亚太研究所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 也都发布最新的民望调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评分 只得32.8分 是上任以来的新低 也都是历任特首当中最低 请家俊报道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 同样在6月17至20号 逃犯收定条例风波期间进行 一共访问了1015位市民 林郑月娥的评分是32.8分 较今个月初急跌10.5分 在他上任以来的新低 相对前特首董建华 在03年71之后 梁振英在16年底宣布 不竞逐连任之前 35分还要低 是回归以来 历任行政长官民望的新低点 市民对林郑月娥的支持率 是23% 反对率有67% 民望正值达到-44个百分点 也是上任以来的新低 特区政府的民望 也都大幅下跌 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满意率 只有18% 不满率高达72% 满意度正值是-53个百分点 是03年7月以来的新低 市民对政府的信任正值 也都大幅下跌18个百分点 达到-32个百分点 是港大民言1992年 展开有关调查以来的新低 今次是港大民意研究计划 停止运作之前 最后一次特首民望调查 总监中庭要7月起 会成立另一所独立于港大的民意机构 香港民意研究所 NOW TV记者陈嘉晋道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向全体的公务员发信 感谢他们尽忠职守为市民服务 张建宗向全体的公务员发信 说近日政府总部关闭 以至是金钟和湾仔一带的政府大楼情况 为同事带来不便和焦虑 希望他们能够调解 也都感谢公务员尽忠职守服务市民 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 在保障同事安全的前提之下 作出可行和适当的安排 张建宗又重新 要珍惜香港得来不已的成就 希望社会尽快回复平静 放下纷争重新出发 期望公务员继续秉持专业精神 何人令社会向前走 示威者发起不好意思行动 就着阻塞税务大楼影响市民自协 十几个示威者去到湾仔税务大楼派发传单 不向出入的人自协 又派糖和饮品等等 希望受影响的人体谅他们的行动 和支持他们的诉求 示威者上个星期五和昨天 包围税务大楼和入境事务大楼 阻碍政府运作 有市民接过传单之后 施难单张 也有市民说理解示威者的行动 对不起没用的 如果你继续搞事都没意思的 你一样会阻碍到大家做事的 那他都是代表部分香港市民发声的 又不是造成很大滋扰的 政府完全对我们五个诉求 完全都没回应过 那变成了你就是 其实就 就是很深淡 对这个政府 就是你搞了个大头发出来 然后你由现在失踪 归宿了 就是你连出来说 都没有 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不会受负 一定不会受负 有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联署 促请政府就6月12日的警民冲突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学术自由学者联盟 法政会司等16个团体联署 认为政府只是以投诉警察科和监警会 调查因为逃犯条例修订而引发的严重冲突 未能够确保公正 也都质疑今警会成员 全部在尤特首委任 削弱了市民对调查的信心 促请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审视当日警方处理事件的手法 甘警会前秘书长朱敏健认为 现行投诉警察的制度 可以有效处理警方涉及反修例示威的投诉 不需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但如果涉及调查整个事件 他就不作评论 而我们目前现行的警察投诉制度 都是说所有的投诉 如果是与警方的权力有关的 都是会先向投诉警察科处理 然后监警会是做一个监察和制衡 我觉得这个制度以往这么多年的经验 也是行之有效的 如果说调查的范围 如果不单止是这个警权方面的制度 那我就不作评论 但是如果是有关警权的投诉 那我都是属意 是给现行制度去先处理了 朱文健又认为监警会可以访后2011年 处理时任国家副总理李克强 访港期间有关警方的投诉 发表中期和最终报告 分别处理个别的投诉和警权问题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梦的仪华 至今收到130宗有关警务人员和他们的家人 在网上被起底的投诉和查询 已经联络社交平台和网络商 将涉及网络欺凌的资料下架 并且正是与执法机构进行调查 我们会跟进就是那些上载这些文件 或者是相片的网民 我们都是和其他的执法机构 去找到他们 然后跟着是会用我们的条例 所给我们的权力跟进的 例如在条例里面 我们会给一个执行通知书 其他的执法机构 可能是如果有涉及一些刑事案件的时候 就会从刑事罪案方面去跟进 立法会议员葛佩帆和几个民建联的成员 去到个人资料 私隐专员公署请愿 要求公署调查有警员和他们的家人被起底 并且严情涉事的网民 私隐专员王继疑接收请愿信 高等法院草前裁定 非紧急情况之下 警方要先取得搜查令 才可以查阅被捕人士的手机内容 警务署不服上诉 说拿走手机会有助保留证据 罗康廷报道 2014年7月1日游行之后 警方拘捕5名民阵成员 并没收他们的手机 其中领头车司机不满警方的做法 提出司法覆核 高等法院前列裁定 警方要先取得搜查令 才可以查阅被捕人手机内容 代表警务署署长的律政司在庭上指出 警方即时取走被捕人的手机 可以确保手机内有助检控的资讯得以保留 否则有机会失去查阅证据的机会 另外如果被捕人继续使用手机通讯 可能会作出其他潜在的危险行为 警方取走被捕人手机 可以防止他进一步犯罪 和保障警员安全 正如警员针对被捕人手身 可以确保他们身上没有隐藏武器 律政司引述外国案例说 当警方确立被捕人有合理嫌疑之后 由于他可能涉及违法行为 被捕人对私隐道的期望会相应下降 上诉庭法官问 如果检获的电话被密码锁上 警方如何可以得知当中的资料是有助检控 警方又是否需要申请搜令 要求被捕人士解锁手机 上诉一方说 未曾考虑相关问题 上诉庭法官要求厘清这个问题 案件预计要审三天 Now TV记者罗康廷报道 下一次回来有其他消息 这班是马修书院的荣誉校友 我想你亲自游说他们 我是小薯仔 就算去见这班校友 他们也不骗我了 为何你们拿得这么少签名 你这么拾着干什么 反对签名行动的,居首 要学生会那班人 不要再过问学校政策 相信老师是一个聪明人 应该懂得如何选择 瓦培二宝香晴卿较粗 今晚9点半,ViuTV 火候刚好,脾脆欲乱 配合大师公家 精宗和味享受 KFC东营炎少计形势登场 还有全新登场的KFC之翠杯 一杯喝完两种滋味 浮生如茶,破汁如煉 戒急容忍,幸寻致愿 深安尼德 安尼,证券,资产管理,财经传信 科技蜕变,今天实现 电信型科企业方案 凭经验为全球企业 创造数码相机 放心,恒生私人贷款 即日现金到手 全程三步办妥 三步? 三步? 立即在网上或电话申请 恒生私人贷款 永远跟您 借还是不借,还得到才好借 我女兒很喜欢看球 夏日热热热,香港很热、很热 照鏡漂亮,真的不好 看得到很小 她也挺有眼光 是谁 香港人的血,亦阳很热、很热 是郭外昌过来的 一起进来,一起出去 现在可以做些事 令香港人知道 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个暑假 ViuTV电影狂热 每个周末都是电影池 本杠股市是向下 恒生指数曾经退守28000点 收市失手了50天线 由中资银行居报涉嫌违反制裁北韩的禁令 面临制裁的风险 中国外交部就反对美方常被灌黑 曾永远报道 三间中资银行居报涉嫌违反制裁北韩的禁令 内银股仍升向下 加上腾讯控股五年升后 回吐超过百分之一 拖累恒生指数一度跌至28000点的水平 恒指低开之后跌幅扩大 曾经跌446点 低建2800066点 收市跌327点 报28185点 成交823亿 我觉得暂时市况仍然处于一个整股阶段 而这个整股阶段 其实都越来越窄了 行得 去到27500 即是在大约20天线的位置 就是这个区间的一个支持位 而上面你看着28500 未必有升得破 所以不跌穿这个区间的范围的话 或者升穿的话 行指都是属于徘徊 未需要太担心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司法部显示 法院向三间中资银行发出传票 要求交出一批涉嫌违反制裁北韩措施的转账记录 但是三间大型中资银行 藐视大陪审团的要求 而其中一间银行未遵守法院的传票 美国司法部或者财政部 可能终止其中一间银行 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 报道未有公布三间银行的名字 但是指案情的细节 与2017年一个司法行动吻合 当时美国司法部指 招商银行、交通银行 与普通发展银行 与一间香港公司合作 协助北韩的国营银行洗黑钱 涉及超过一亿美元 涉嫌牵涉其中的交通银行 与招商银行的3%和7% 分别是表现最差的蓝筹 与国子成分股 中国外交部表示 要求中资金融机构 在海外的分行 要严格遵守当地的监管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 反对美方对中国企业 进行长臂管核 希望美方加强和各国 在金融监管等领域的双边合作 DOTV记者曾荣言报道 中美领导人预计在这个星期六 就会在大阪举行首度会谈 两个贸易谈判代表 亦租通了电话 交换经贸问题的意见 据报美国政府向中方释出善意 包括暂缓对台军售 和没有表态声援香港的反修例示威 陈柏希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 预料今个星期六 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举行期间上演 中美恢复贸易谈判也似乎如箭再言 两国贸易谈判代表率先重启通话 中国商务部说 副总理刘鹤应美方的要求 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择 以及美国财长武努欣通了电话 双方按照两国元首的指示 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 并且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分析相信 这次通话可能是要为中美首脑会谈做准备 由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特朗普想借这次会谈 了解北京对中美贸易战的立场 并且愿意接受任何谈判结果 不过有分析就指出 自上个月谈判陷入僵局 中美湖商家征关税之后 两国都感受到贸易战对国家的负面影响 有迹象就显示 美国政府正向中方伸出橄榄枝 美国时代集资引述国防官员报道 国防部已经知会国会 会向台湾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军备 包括先进坦克、防空导弹等 不过财长无怒音 暂时扣着对台售武的决定 相信是为免激怒北京 报道又说 香港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 美国国会部分议员推动跨党派法案 捍卫香港自主 不过至今特朗普都未有正面 就香港问题和相关的法案表态 相信同样是不希望在谈判前夕刺激中国 阵外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 Now TV 记者 成员国的旗次 亦高举横压 呼吁日本停止投资煤电项目 集中资源开发替代能源和可载新能源 集团的发言人说 团体的发言人说 希望G20峰会东道国日本 不是只是以比卡超作为象征 也应该成为领导亚洲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象征 日本过往的能源供应 大约是三分之一来自核电厂 但2011年地震海啸 引发福岛核灾难之后 日本在2017年所用的能源 只有3%是核能 煤炭和轻然气就占了74% 新加坡将移机场一个星期之内 两度受到无人机的干扰 一共有63班航机延误或改导 最新一次是在星期一的晚上 新加坡民航局公布 受到恶劣天气和未获授权的 无人机活动所影响 将移机场有18班机要延误升降 7班机就要改导 民航局说 军方和警方已经加入追查事件 警告公众当局是认真看待 可能会威胁到航空和人身安全的 无人机操作 违法者可以被判监禁一年 或者罚款二万新加坡元 当局没有公布到 今次事件涉及多少架的无人机 而上星期二的同类事件 就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 38班机要延误或改导 英国伦敦的盖独威克机场 去年12月也接连发现无人机出没 导致有1000班航班延误或取消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 向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伊朗总统努哈尼批评特朗普失去理智 又说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制裁措施 是离谱和愚蠢 伊朗总统努哈尼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 他批评特朗普失去理智 又说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行为是离谱和愚蠢 他解释80岁的哈梅内伊 在国外没资产 从来没考虑到美国旅行 所以制裁根本没用 也显示白宫是智障 美国说想谈判是方言 伊朗外交部就说 美国徒劳无功的制裁 等同永远关闭对话的大门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 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他在办公室和革命围队 八个高层指挥官 切断他们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报复伊朗击落美军无人侦察机 到访以色列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华府一直愿意与伊朗谈判 纳TV记者马雪盈多多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稍后回来新闻支付 明明啊 立刻回答吧 快点说 快点 快点 吃机 厉害了苏哥仪 今晚11点 ViuTV 阿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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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稳定一点 喝雅培尔保康吧 营养组合或美国糖尿病协会建议 共关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还有糖、韩陀组合 低糖、低性糖,最適合待餐 更多临床医学实证 韩陀、韩陀 还有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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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酱、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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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也很健康 三个? 三个… 三个… 放心,恒生私人贷款很低息 低息… 低息 網上說電話申请全程三步办妥 還即日現金到手 恒生私人贷款 永远在你 借还是不借,还得到才好借 看车 这边呢 有心有好多 像马路一样 只要司机、乘客、行人有心 大家转着引让手法 好步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 有心有好步,路上零以外 我都在乘客、行人有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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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每一個人在决定放棄之前 都再試一次 Tonic 《Live for More》的演出 星期日晚上11.59 DU.TV 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 全球焦点都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回面 能不能够为贸易战带来曙光 习特会再到上演之前 两国元首在外交上都频频有动作 习近平六月之内 就先后访问俄罗斯、中亚和北韩 特朗普也都出访日本和英国 拉拢盟友支持 甚至打出香港和台湾牌 对中方施压 这些都显示 贸易战背后的中美政治角力 更加有分析 将这一场中美博弈 比喻为新冷战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提出重返亚洲策略 包括拉拢区内其他国家 开展经济合作来围堵中国 特朗普上场之后 对华基政策比前朝更加进取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习近平说中国永不清霸 但由华府的角度看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 还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都令到美方担心中方 正是不断对外扩张势力 继而开始改写国际规则 试图取代美国成为领导强国 与前苏联不同 目前所谓的冷战 不再局限在核武威胁 或者军备竞赛等等 战场已经移私到高科技产业 中国企业多年来 为了能够尽快追上美国科技企业 发展人工智能的步伐 都不断在各地招募人才 甚至由美国科技巨企画角 同时衍生出知识产权的问题 中国科技发展速度之快 换起美国的危机意识 要保住国内的科技经济 这样也能够解释到 为什么全球流动网络基建市 占率最高的华为 成为华府制裁的主要目标 美国也针对受惠于 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产品 加征关税 美国对华立场强硬 虽然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 不过部分美国学者认为 两国关系仍然未恶化到冷战的地步 不能够和1940年代冷战相提并论 尤其是在美方制裁中方的同时 自身利益也会受损 所以双方目前仍然留有余地 美国副总统彭斯一再推迟 有关中国人权的演说就是例子 分析同时指 如果华府迫得太紧 最终有机会激起中方强烈反弹 中美几十年以来的合作关系 亦会化为烏有 接下来是找大叔又如何 江湖全民,他们这期被人捧 小道消息,他们可能开演唱会 有人拍到,他们可能会开戏 娱乐新闻已到不止15分钟 名人专访,跟你谈谈近况